吉普辛與小吳合作開設的首搖飲料店 因乳原標示問題引發爭議 儘管他多次解釋了道歉 仍未能完全平息消費者的不滿 吉普辛最初發布聲明指出 經未深居稽查後並無違規 但之後發現大眾關注的是 菜單標示不清 因此再次發布道歉聲明 他與小吳共同表示 作為產品推廣人 因承擔更多責任 並承諾改進 然吉普辛因回應網友 你是文盲的言論再度哀哄 直到7月底正式致歉 事件才告一段落 不過近日他在影片中 因逛街使用力拉扯 架上衣服的衣領查看價格的舉動 再次引發爭議 遭到網友砲轟沒水準 有網友在他的業配貼文下 直接詢問此事 吉普辛也現身回應 抱歉以後會注意 但會明確回答 最終是否購買了該衣物 請問他 在哪里 請問他 可以讓我轉 寧可